在谭云一拳轰重能量风暴之时,众人只见谭云纹丝不动,而被他一拳轰重的能量风暴,竟然是顷刻间土崩瓦解荡然无存。 此子,潜力不错。 博成神王俯视谭云,浑浊的目光中蕴含着一丝丝赞许之色。 好,非常好。 博风大神将忍不住笑出声来,而他身旁的一杆大神将则是不以为然,因为像谭云这样一拳击溃能量风暴之人,也足足有上百之数。 六弟,你至于这么激动吗?又不是这小子夺得了一星兵神? 不过也难怪,六弟,你部下终于出了一名像样的一星神兵。 博风皱眉,并未理会薄裂的阴阳怪气。 此时,方圣统帅朗声开口。 第一环节结束,本统帅宣布,晋级第二环节的一星神兵共有一百二十三名。 一刻后,进行第二环节第一轮,一百二十三进六十二。 在第一轮中将会淘汰六十一人,其中一人若抽中空号,则直接晋级第二轮,六十二进三十一。 接下来的一刻里,一名少神将带领上万神兵进入一星战场,转移尸体和伤员。 等清理完战场后,谭云等一百二十三人开始选号,决定自己的对手是谁。 拿到号的时候,谭云不由笑了。 看来我的运气不错,竟然抽到了空号。 又是一个时辰,六十一对对手在一星战场上展开激战。 最终决出六十一名胜者,加上谭云在内合计六十二人。 此时伯锋大神将颇为失望的是,到了第二轮,自己布下的一星神兵只剩下谭云晋级。 此刻另外两百九十九名大神将望向伯锋,眼神中有嘲讽,有不屑,甚至还有同情。 而伯锋的顶头上司以及他的属下皆是觉得脸上无光。 六层神楼席尾上,伯承神王摇了头向伯锋传音。 风儿,看来你又要让为父失望了。 听得父亲所言,伯锋双全卧的嘎吱作响。 脑海中想起儿子伯绪说过,谭云定能争夺一星兵神的言语,他当即声音坚定地传音。 父亲,尽管孩儿只有一名一星神兵进入第二轮,可孩儿相信,京云不会让孩儿失望的。 现在一星兵神之战尚未结束,您不该这么快否定孩儿,这对孩儿不公平。 波城调了调白眉,眼神中流露出一抹不悦,随即恢复正常,不再理会伯锋。 伯锋俯视谈语,眼神中透出浓浓的气血之色。 但愿此子,朕如蓄儿所言,异于常人吧。 现在进行第三轮,六十二进三十一,筹签。 方圣又闭一挥,谭云六十二人跟前,便各浮现一团神力光幕。 随谭云伸手一指,那神力光幕便告破碎,内里浮现一个由神力凝聚成的一字。 这则代表,稍后谭云将与另外抽到一字的神兵对决。 呼吸间功夫,众人便抽签结束。 各就各位! 方圣华音落下,众人当即同声应试。 谭云腾空飞落于一星战场一号高台。 接着,只听咚的一声,随着高台一阵阵战,一名青年飞落于谭云跟前。 感受着对方身上的气息,谭云便知对方乃狂雄神族。 此时围观的伯鹰不由凝视谭云传音。 小子,你面前的是我父亲布下狂神雄族身兵,待会儿你死定了。 这小子昨夜羞辱过本少爷,给本少爷将他死了。 伯鹰又向那黑袍青年传音,青年瞳孔中杀以避陷。 少爷您放心,我一定将他生死了。 伯鹰,今日死的不是我,而是这头蠢熊,你注定要失望。 在谭云向伯鹰传音之际,其他高台上的对阵双方亦是准备就绪。 生死有命,往诸位点到为止,第三场对局开始。 话音方落,除却谭云所在,其他高台顿时刀光剑影肆虐若苍穹。 围观人群之中,忽然响起伯鹰的呼喊之声。 靖云加油,赶翻他。 靖云加油,赶掉他,进阶地死了那。 靖云威武,赶掉他。 随着伯鹰的声音响起,伯鹰大神将部下的所有神兵几乎都在为谭云呐喊加油。 柳弟啊,柳弟,这个叫京云的小子输定了。 狂雄神族天生神力,一拳便能毁掉三节上品神器啊。 不过,你部下的异神兵,实战不行,这主位动嘴倒是不赖呀。 五哥,话别说太绝,否则一旦静云生抽,打的就是你的脸。 一号高台上,黑袍青年咬身一遍,化身一头高达三百丈的黑熊。 他不舍挨云张开血门大口,剧铜之中皆是轻蔑之色。 龙鱼,我先提前对你说声对不起,因为我担心一不小心就会碾死你。 黑熊爆发天神之力,冲天而起,借着凌空一旋,抡起熊掌便朝谭云派了下来。 谭云星谋投出冷冽杀意,他双膝微弯,在众人迷惑之中,竟是一头撞向了对方熊掌。 贤弟,不可大意,快撞住你的兵器啊。 薄絮叫急出声,对付他何须兵器,他根本就不配。 谭云的话让众人震惊,也让更多人满眼不屑,按道接下来,谭云必会被狂神黑熊一掌派死。 然而接下来的一幕,却让伯锋豁然起身,浑身激动地剧烈发抖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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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